真的是太开心了 最近呢帮一个客人捡漏了一块十来地的土地 一来呢是1600平方 所以那块地呢一共是16000平方来做开发 那现在捡漏泰国土地真是不要太划算 因为它一来地才几十万人民币 就像几十万人民币买了1600平方 但是买地呢一般的话就是五来十来或者是100来这么买 就很少很少有一两来或者是小地块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开发或者你是想要投资泰国 想要在这里搞一点什么小事业的话 这一期你一定要看完 因为我们今天整理了几块 是我最近看上去性价比特别之高 而且很适合拿下来投资开发 这块地呢就是我身后就在大湖的旁边 居然有一个七来的地 它的售价一来的话是650万泰铢 100多万人民币 可是它这个七来地的话 你做灵狐的高段别墅 你要不要几百几千万泰铢啊几百万人民币 所以这块地真的很有很有价值 而且它的简陋价钱也非常便宜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而且你看到那个湖边和咱们地块的这个距离 这条路啊是可以停差不多一二三四四台车的一个距离 所以只要把这个周围的灵狐的这一条修一个那种防护栏 然后道路铺平的话 这块地的价值可以往上翻个两三倍了 旁边的话就有 这不是一个很远的地块啊 这属于东区大湖附近 周围的话非常多的豪宅 你看这旁边就有一块地 它已经是建好了房子了 建一层别墅在这里 那我们就是现在这一块 你看这个自然风光真的是无敌了 像我们国内的灵狐公园的话 它有很多蚊虫的问题 但你看这个水的话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这灵狐旁边的话呢 政府是有一定规划的 到时候全部会修成跑道 正常的路段 这属于政府的 到时候他们修过来的话 只要你给一些小费 或者是通报一下的话 到时候慢慢往这修就可以了 其实东区大湖附近呢 我们之前也卖过了很多套庄园 庄园都是围着湖边建的 因为湖边的话有很多灵狐的跑道 就是那种运动员跑道 他们很多老外喜欢住在这个附近 那最近呢 巴提亚政府呢 他也是在极力的在推广 那两个大湖 一个大湖一个小湖附近的一个商圈 他想把这里打造成第二个旅游区 或者是高单住宅区 因为旁边的话有一个奥林匹克体育馆 还有很多的一些网红餐厅 都在湖的周围围一圈 所以只要你是在这里拿了地 比如说开发成反省项目的话 只要是带着湖的这个 一个噱头的话 其实很多人会住在湖边的 因为很多老外 他是很讲究生活方式的 他不喜欢 你看巴提亚的城市 在前面望海的地方 就是高楼就是望海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的那一栋高楼呢 就是reflection reflection就是中天楼王 从这里望过去 就是海边的距离 你们可以自己估一下 大概远多远啊 其实并不是说离海边非常远 其实巴提亚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住在湖边 其实开车过去海边的话 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 所以这一块地的价值 是非常之高的 大家减去 那么这一块地的售价呢 是在一来地 650万泰铢 120万人民币左右 所以是几乎是很便宜 很便宜的一个地价 而且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 也是非常好的 那它的一个核心的位置 也不用我多说了 真的是灵狐 我的小区名字都可以帮你想好了 灵狐庄园 或者是灵狐别墅 然后灵狐帝都之类的 就有很多噱头可以想 包括泰国的这种湖啊 里面都是有鱼的 你看它有鱼的土泡泡 所以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什么 小型的钓鱼场 或者是你把它承包下来 搞几条小船 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 旅游的一些项目啊 其实都是可以为你的地产项目去赋能的 但是还要去压着 所以就像这个石油 有时候把这种水平方向来 另外一个水平方向来 那边的水平方向来 就是这种水平方向来